又急又急等待整整一天 攸關全國2萬4千名考生權益 多一在台測驗出包 負責業者總算有了補助措施 除了退費和補考 業者還承諾 兩場補考都會給予車馬費補貼 跨區或長途報考的只要被托收據 補貼費用還可以在意 此外凡是參加12月24號 出包測驗的考生 在明年還可以選擇 4到12月任意期考試 報名費都能享有優惠 1月7號的考試 它的出成績時間 跟它原來12月24號 報名的時候是一樣的 也就是它會在1月15號 就可以網路上查得到成績 理論上應該 我們會負責介紹足夠的場地 覺得它可能會對一些 就是可能對公司 某些有設定考基的人 會有影響 它可能沒有 因為這個考試 然後沒有辦法拿到承接 影響它的考驗 補救措施出爐 儘管對考生來說 沒法做到每個人都接受 台灣區負責業者拿出最大善意 然而對於為何出包 卻是三間其口 僅一句運送貨程書是帶過 請我們盡量要保障考生的權益 調查結果是我們屬於 我們內部的調查 我們不會另外再 然而出包當天 考生憤怒無奈 還令人印象深刻 只是業者也坦承 這一次出包 不僅是台灣頭一招 也是世界第一次 下回可得仔細再仔細 別讓辛苦準備的考生 最後失望受傷而歸 這裏孟昌炎金宇 SNG小組台北報導